去跪拜吧 新城折灵啊 节语 张三峰显神祭 金殿飞升 真是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刻 名成主于众臣 非常震惊和称奇 原来世上真有活神仙 其后明英主 明世主 明喜忠实其张三峰 多次献身获献灵 所以那个大明王常 15多少多少 那个影视剧他讲的那个皇帝 他就是特别信神 二十年不上朝 但是朝廷管得好好的 他这都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们的主爷爷或者是爷爷那边 经历了神奇的活神仙这一幕 所以他们后代那几个皇帝都信神 教化纠正皇帝 张三峰多次献身获显灵 教化纠正皇帝 张三峰成为明朝江山的守护神 张三峰更揭示长生的秘诀 就是清心寡欲 就是性命双修修炼 张三峰先生全集 时至今日 有法轮大法修炼 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 是1992年 李洪志大师说洪传 每个人都有修炼之心 因为人有元神 来自于天国 修炼就是返本归正 返回人的真本性 回归天国 老子《道德经》说 上师闻道秦而行之 其派有志之士 能把握此千载难逢的良机 这句话我比较重视 因为其后 就是明成主完了之后 因为张三峰在那里显示了 活生先 所有的大臣都惊叹不已 明成主朱棣也是亲眼看到了 更坚信神了 所以他那个故宫啊 成孙玄孙都执政时期 执政时期当皇帝时期 都是张三峰多次献身或显灵 教化 修正皇帝 张三峰成为明朝江山的守护神 张三峰更揭示长生的秘诀 就是清新过欲 就是性命双修的修炼 我今天看那个 为什么现在大家好像都是告诉他 要么解体中共 要么走崇祯的路 没路可走了 那可不是走崇祯的路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说 可能有原因的吧 有原因的 因为习近平这样搞真的是 再看看 记住他里头的一些提法 非常新颖 就是当前大方向 习近平的大方向 比川普的电话还重要 同时请市委成为对自己开展批评 蔡奇还提出几点要求 包括坚持对中央局对忠诚等 据悉这是新一届北京市委常委 召开的第一次民主生活会 是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 民主生活会要求召开的 在此之前的2017年12月25号到26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民主生活会 当时蔡奇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并进行了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 蔡奇做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 主要是此前在北京市实施的三项举措 包括清理低端人口 拆除沿街违章建筑和广告牌 以及煤改器 外界认为这三项行动都受挫 避免起舆论强烈反弹 跟那个地震一样 真有人过来捡羊涛了 蔡奇在京城的三把火之所以没有烧成 这都应该枪毙趁火打劫的 地震就是马上枪毙 据说有的人他整个胳膊套的都是手脚 当场枪毙 中线问题时一切了之 甚至对蔡奇落脚下食 而北京人士旁边错节 贾沁明 刘奇 郭金龙 王安顺 在当地经营多年 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体系 蔡奇初来乍到 相当于一个空投司令 评论说 习近平五年的反腐 得罪了中共各种判官 这个我早就说了 他根本没人 出来乍到 他的秘书 秘书长都不一定听他的 一套就给他涮进去了 他不是自找的吗 找死的 因为他不解体中共 解体中共 所有的原来的人 他就不跟着曾庆红走了 哦 这是陈破空的路 陈破空的见解 我说怎么现在老说 习近平要全面继承中共血债 并为中共续命而欠下新的血债 要么抛弃中共 将中国败入自由 以习近平的报复与智慧 当不至于甘心为恶 留下千股骂名 这话我信习近平不会那么傻 不要甘心为恶 留下千股骂名 哦 这帮人评论的比我还低的 好 接着评论 三马火有玄机 这个我早就说了 那是江征的人干的 就要把你搞下台嘛 让你跟着他们转 要不然那个假照片为什么会出来 曾庆红跟习近平照相 他 他 他 曾庆红他就是想想大家都这么认为嘛 习近平在他手里头 呵呵 你们别想我的特务组织 别想不听我的啊 跟习近平跑 你看看 我跟他一起照相了 你们这些特务水晶 我的联络网 关系网 老老实实听老首长的话啊 他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照个相 让大家不要听习近平的 还听他的 他一听他的不就完了 全都整习近平 把蔡奇和那个习近平整的一楞一楞 三把火 蔡奇发话了 北京三把火受挫有玄机 呵呵呵 市委都是他的人 他是空降部队 所以玩不转啊 就是给他个下马威 叫你当市长 你当啊 就这意思 可是他就上当了呢 傻不傻 借这事儿 把民心搞的都来感恩 像莫尼黑的那个 低端人口住房政策那样 多好 他不住啊 莫尼黑凡是600欧元以下的 居民都有这个商品救济房 社会救济房 比商品房便宜一半 二分之一的价格让你住 然后呢 你要去打工一个不需要文凭的工 然后你慢慢的二十年还清 天上人间 头牌花魁被杀这都惦记好几次了 赵紫阳自知情况不好 弥留之际 泪如泉涌 帮长龙捅刀刘元 习近平痛失军中必保 六十七岁 刘元 刘元是1951年生人 67岁 绝对能大干一场 所以习近平聪明就让刘元当副主席 保证全国的军队 他都给你玩得好好的 如果你不相信刘元 那你就三个人吧 三个人同时 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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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历和这个 呃 谁啊 历历历和 和王岐山三个人刘元同时当中央军委副主席 这你不就放心吗 先让几个铁哥们跟刘元一起当军委副主席 这样你不就放心了吗 所以说 反正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不相信人家 人家也不会死为知己者死 这个习近平一定要明白 那么聪明 你看那么多的漂亮的美女 他都不要 他就非要写彭丽媛 你就想他多聪明 文如其人 其实能看出来点他的道德规范 港媒 其实彭丽媛在稍微劝劝 他去永乐大中那 拜拜神佛 到天堂那拜拜天 估计就能够 反正不能求吧 要新成 新成自然 有神助 你看刚才那 明成主的儿子孙子 重孙子 玄孙 都去 请教张三丰的 都是 明氏啊 教化呀 是明朝的护法神啊 老师告诉他们 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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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明朝没有什么大的 偏颇 这个 这个 虽然也是有 这个藩王贪污 但是 还是能做好 平常 你们去看那个大明王朝 那个 不法的官员 大臣 贪污的那些 到最后 他也没把 虽然制造了重重的障碍 对那个 刚正不阿的那个县长 这叫啥来的 海瑞 但是人家海瑞还是上来了 到朝廷了 你想一想 他朝廷不信神 没有张三丰之导 那海瑞能上朝廷吗 跟皇帝平起平坐 商议大事 不管怎么说 朝廷也新了 那也是太子指定的县长 后来 那个皇帝的死 和海瑞也是有关的 他写了一个 皇帝 如果不怎么怎么做 你这个王朝就完了 他写了一个这样的 简言的书 皇帝听不进去 觉得自己的弱点全都被一个 哎哟 县长都给看透了 他那个时候 好像已经是 大臣里头的 关节比较低的一个 一个人了 一个职务了 海瑞 反正海瑞是舍得一身寡 敢把皇帝拿下吗 他就是把老母亲都送走 当时 女儿妻子好像也都过世了 然后他也没有续弦 然后就是 托老朋友 把他老母照顾好 然后就写了这本 万言书 好像皇帝听进去了 但是觉得脸面上实在挂不住 然后那个皇帝是信神的 然后就受很大的刺激 就自然而然的就 很安详的就死去了 好像是这样 也是发了我 好像 你们去看吧 大明王朝 那个电影相当好 那个贪 贪污腐败跟这个现在 那些大臣一模一样 特色新闻 点击量的排行 第一个是 今天的点击量的排行 王岐山职位已确定 港媒 王岐山职位确定啥 王岐山职位已确定 19号北京召开的二中全会上 决定政府高层职位任命 也会在二中全会上决定 一般不会正式宣布 这些人事任命 前中纪委王岐山 将出任中共国家副主席 跟杨上坤差不多 那其实就是个 顾问的那个职务了 顾得来就问 顾不来就不问 除了出任国家副主席之外 王岐山还 可能还会获着 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将是对中国和亚洲 政治礼数的一大让步 这样做他可以列席会议 虽然也许没有表决权 但却能参加会议 便有发言权 反腐 前反腐总管 王岐山留在习近平身边 可以让他继续专心反腐 他们说王岐山留在权力核心 可能也会受到外国人和 外国工商界的威营 生退生不退 的王岐山此举是在为未来 心职位热身暖场 他在川普的国宴上 他们说是热身暖场 那说明习近平还行吧 没有忘记同甘国共患难 一般大臣和国王国君 都是能够共患难 但是不能同甘苦 他这个还 现在看还他还愿意用它 那就还行吧 习近平上述讲话 习近平说十八大以来 中纪委和各级检检检 检查机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中城里职尽质 做到了无私无味 敢于担当 向中央和人民交上了 优异答卷 用他也用答卷了 现在都是开卷考试 所以敢于担当 既然他喜欢敢于担当的人 那么刘元真的是有可能被用上 你看他这个话里头 就已经说出来他喜欢什么样的人 就是一定要无私无味 敢于担当 外界分析习近平的上述讲话 很明显是在 表扬王七三 轻松轻松 看看我们家窗外 像不像天安门城楼 正好高度差不多 轻松 他不是说三十秒换一个镜头 这样大家眼皮也不 其实我讲的都是重点要点 你们不会觉得疲劳的 只要你们关心时局都会觉得 我这是巷子里头的好景 没名但是有名的名 他点不到某些地方 见解不一样 人者见人 自者见自 没准咱们这没名的人 能点到点 十局的要害 就是大事件背后的那个真面孔 咱们就是严谨一个 点到为止 而且别人点过的咱们不点 被福建回归 今天天下第一内参 动态网特色新闻的全球点击量排行 第三顺位的 第二顺位的是 必福建回归央视 传星光大道更换主持 回就回去呗 其实 这种人也多的是 就是敢说真话 其实下面谁不唱点小调 真扁师爹 他那个根本真的不算啥 有点小题大做 原来又不是 国际来执政 你把他弄下去 还有情可言 这个习近平执政 都知道老盲 怎么迫害他老爸的 还这样就不太对劲 盛传初四 范长龙军报露面 印猜测 军报都是他的人 那个照片算啥 算啥露面 懂不懂这些行规 军内有军内的行 就是那个游戏规则 都是他的人 他是军委第一副主席 除了习近平都听他的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所以军报上露个面算啥呀 弄个老照片 或者记者到我们家来拍一下 然后给蹬出去 退休的人指挥前部下 前的老部下 以前的老部下都会听的 这真的不算啥 中共不能说的秘密 毛泽东晚年最后一个靶子 咦 这个我可关心 这个我就要看看 靶子是谁 帮凶周恩来 周恩来是以千变万化 长期存活 居高不倒 其实李先念也是 几乎在中共创党之时 周恩来就位居中共高层 终其一生不倒 自身在这个世界上 最残酷的脚肉机 并陪伴 并陪伴动辄龙颜大怒 大开杀戒的暴君 毛泽东 周恩来以千变万化 长期存活 居高不倒 周外形健美 以文字彬彬 风度翩翩著称 这跟樊高一样嘛 周恩来或者是邪灵 想让谁完成他在人间的旨意 实施他的灭全人类的计划 他当然要把这个人造就的 又好看又潇洒 又英俊又贱美 又文字彬彬 你像樊高 他为了完成救世力的计划 你看他必须从小是神童 画家方面的 这样他成年了以后 才是这个领域的态度 这样他才能把全人类的